這個加拿大疫情期間 不喜歡戴口罩的人都要戴口罩 看看 加拿大人對狗的寵愛到什麼程度 加拿大人 地方已經夠大 但是,疫情期間都覺得距離不夠 所以市政府 很多市政府 都會特意把那些店 外面的停車場 以前都不可以 現在可以給你了 應該是市政府出錢 給你們在外面 停車場 路邊的位置 就讓你... 不要進去那麼多人 這裡 市政府出錢 就讓你們在外面排隊 所以... 但是呢 那些寵物店又如何呢 那些狗就進去 那些狗又不可以這麼擠迫 那些寵物店 不是寵物店 是賣寵物的那些 食品那些 不要這麼擠迫 那些呢 那些呢 都要... 市政府呢... 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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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排隊 不便宜的 那些呢 本來是停車的 那些停車的位置 要建成這樣 要社交距離 啊... 所以你說... 做加拿大狗 真是... 在疫情期間 一樣照顧周到 給你了木樁 怕你不肯 這裡停車位不夠 停車位不夠 還要市政府貼錢 還要停車位 怕這些寵物的社交距離不夠 怕你沒有地方走 加拿大已經夠大 對面那些也是給你排隊 社交距離 那些是給人的 那些是給人坐的 在路邊的泊位佔地出來 真是加拿大的寵物